从课辩就着手规划 请敏华设计师依照动线 将收纳化作无形 让房子美丽的寿命更加延长哦 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看的这个房子 我个人觉得它的景色是无敌的 它的无敌在于说很多人如果买房子买了景 可能将来它不知道前面能不能控制 如果盖起来超过它的楼层 它就看不到了 不过清姐今天这个房子 它一辈子都不用担心 它的景色会被挡住了 对 我想就套用刚刚倩云讲的 这真的是无敌景观 无敌 对 无敌景观 而且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没错 好 我们来聊一下今天的这个房子 屋主会找你做的原因 其实是地缘的关系吗 不是地缘的关系 因为我刚好在对面 做了一栋别墅 就是我现在看到很多的那个别墅房子 对 对 对 然后它这个屋主本身是它的好朋友 所以呢也因为这样的引界 所以说我们就有这样的机会合作 那事实上这个房子从一盖的时候 我们就先从课变 一直参与 一直到最后成屋 其实时间长达两年多 两年多 两年多的时间 那其实真正的在这个过程当中 屋主他自己本身会提出一些他想要的方式 风格 图片 图片 对 然后呢 他在这样的一个 比较一个循序渐进的沟通之下 我们慢慢的就会开始堆积出一个大致的共识方向 然后再帮他做一些设计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整个的设计空间 绝对不是当初我们一开始就第一次的版本 中间经历了很多次的沟通 对磨合 对磨合 然后变更 然后修改 然后最后定案 好 不过我要先给大家一个伏笔跟预告 就是待会我们在介绍空间的时候 你在边走的过程当中 你会看到清洁把他们家的东西 全部都会收在一些设计的这个外衣之下 你会觉得他们家大概再住个三年五年 他还是一样这种整齐的感觉 对 那我们也知道说今天大家看外面的view这么好 这个房子事实上是位于比较靠近山区 在湿度的调节上 当然冷暖便平我们就先不说了 有没有在一些材质上帮他特别在乎 我想现在在整个绿建材里面最夯的其中一个建材 就是硅造图 硅造图因为他在这几年来 他已经是一个比较蓬勃成熟 被运用跟认知的 所以在这个空间 还有包括在这个地区山区的湿度调节 硅造图我个人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材 所以说这一次在做的这个设计案当中 我们就放了一些湿度比例 因为他究竟是一个比较昂贵的一个建材啊 了解 了解 所以我们在打计算机跟算盘的时候 要更精致 对 OKOK 好 我们就带观众朋友来看 今天这个以居住者的这个生活习惯为出发点的一个空间 我相信看完之后 你会在你家里吸收到蛮多的这个资讯是你可以参考的 所以我想我们就来看看玄关这个地方清洁怎么做的 其实在这个整个的空间啊 我们这个客厅它本身来讲是一个很开放的空间嘛 而且很防准 而且它是直接面对阳台这么大的一个景观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就是第一个我们先把对讲机 从原本的墙面移到正面的这个屏风 然后呢接着我们在这个附近不阻挡任何的走道 动线 可是我们利用这个屏风你可以发觉到芊云 它有非常多的功能 除了它是鞋柜 除了它是收纳柜 对讲机柜 端井柜 芊云你可以看看后面 我们还有一个机柜 啊有连插座都留好了耶 对所以我们就可以让这个电视柜的大理石的台面有一个非常大气的平台 就不要再放任何其他的一些多余的物件 又干净 又干净利落 OK 那然后呢在这个后面芊云 其实你看我们这个地方在这个神厅的位置区后面这边 我们还多了另外一个多功能的衣帽柜 衣帽柜 对然后闪柜 就可以发一些闪架啦 或者是杂物啦 吸尘器啦 都可以往这里面塞 所以现在这个位置应该是屋主已经看好神明镜的位置 对 没错 当初我们的想法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慢慢慢慢的去界定 它希望就是有一个信仰的重点 放在这个地方 所以利用那个两个角花 是真的是评估想了很久的 对怎么样去凸显这个位置的分量 重要性 它有它的重要性 对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电视主墙 我觉得今天这个家的风格 我觉得很简洁利落 而且真的没有过多的这个华丽的装饰或作墨 可是就是希望它感觉是舒服的 对 所以你看我们从沿着整个墙面用比较浅色的木皮纹 然后芊云刚刚我们有看过玄关嘛 对 玄关你也可以看到我们做的不是一般很传统的玄关 那主要是以这个地点从阳台的风它可以形成一个对流 所以你看我们穿堂的风景整个屏风 我们并没有做成是一个封闭式的 照道理的话这个地方一定是封闭的坐过来做买 对比较多 可是这样的话可能就像你讲的空气不流风 对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留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缝隙 让它不贴墙 但是空气它是可以循环对流的 我们也因为加深了整个墙壁的结构长度 那我们电视的台面我们也可以拉得更长 照你这样子讲的话 也因此这样的沙发也可以选比较大足一点 因为是对称的 对没错 OK好 沙发背墙仔细一看它是有纹路的 是 你可以看到因为硅照图我说过了 它在这几年当中已经被大部分很多人已经有一个很高的接受度 对 那硅照图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绿建材 所以你可以看到芊云 我们在整个的硅照图上面 你可以发觉到它有别与传统的粉状的平面处理 它的表面一定是经过特殊处理 而且这个特殊处理会让我觉得它是很好保养清理的 对 所以我觉得在工法上面有一点活泼的变化 都可以让我们硅照图 它多了一些立体 感觉上就是整个墙面上多了很多的活泼 现代感 这应该都是师傅手工去画出来的纹路 对 今天我们提到就算我们五年后再来突击检查 这个房子的空间感跟它设计的美感还是会像现在这样子 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清姐你是帮她沿着她平常生活走道的动线来做所谓的收纳设计 对 其实我们在整个的动线上面一些生活的机能是随着不同的空间 你会有不同的需求 那你看我们刚刚一路上上走过来 我沿着这个动线 首先在餐厅跟主卧室的中间我们有一个比较大的收纳储藏室 然后呢在这样子一个过来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觉如果说我把收纳是完全做全的 其实它其实是在整个的空间上面 你也不会觉得它有什么特别 可是你可以看到我们从主卧的门口 多了一个大理石跟镜子整合的出来的一个小端井 然后呢在沿着它这边走过来了以后呢 我们改变了这个墙的质感 我们再多一点点的空间 做了一个酒架 然后呢黑色的一个处理 然后这个是屋主很想要的 他一直很期待有一个在室内也有一个会发亮的光墙 他的感觉应该是说他在室内 可是他想要有一个是阳光打进来那种窗户的感觉 对他觉得他当时在沟通的时候 他就希望说再有一个会亮的墙 我觉得你那个观念还蛮棒 就是储藏室基本上你都可以坐满 可是上你左边右边各偷了一些些的空间 我们还做一些端井跟一些柜体有发亮的这种光墙的概念 对 会让空间很有趣 是啊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另外一个顺着走道动线来做收纳 就是比较更显近的一个设计 就是我身后的这一排了 对啊倩云 因为当初这个房子的结构本身在这个地方的墙面 它就是一个两个很大的一个结构柱 就是我现在两个造型避登的部分是大部分 对 左边一根右边一根 那厨房的地方结合了一个靠餐厅的位置 它事实上需要有很多多功能的收纳 那我们也做了一点点不太一样的薄薄变化 就是我们不做断面 也不做高台式的一个玻璃式的处理方式 我们就直接把整个台面拉了很长 你有没有发觉跟我们的电视柜 有一点相互呼应的感觉 都是很长的一个台面 然后一个很大气的台面 所以下方的部分不管它是一个透空的 或是有门片的部分 它也满足了它在走道动线的上面 有一些收纳的空间了 对你可以看到这边后面的柜体 跟下面这个属于 掳空式的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台面 我觉得它其实是可以在找东西的时候 它是很明确的 真的就是顺着我的走道动线 把我的收纳都随手放好了 对 OK那接下来看到清洁你身后的这个墙面 建商的厕所板这边 没办法动的 因为千云我们没有办法 就是虽然说我们一开始 我们就已经一开始两年多 我们就做了课便 但事实上在有一些原本的结构的管道间里 是不可以改变的 最好不要改变 那有一个厕所在餐厅的这个旁边 所以我们在设计上面我们想了在这样的一个沟通 我们觉得应该要把这个厕所门把它给彻底的隐藏起来 然后我们用木纹把整个的墙面跟客厅的质感 包括收纳柜的一气呵成 感觉像是一个造型墙 而且它这样也蛮搭今天这个带点人物感觉的这个山珠椅了 对就是雾厨它很想要的 OK好 刚才我们在客厅那个沙发背墙 已经看到它是所谓的硅藏土 对啊 那我现在看到餐厅的这个墙面 也是硅藏土的材质对不对 对但是千云你没有发觉 在客厅那个地方的一个纹路 跟这边是完全不一样 它这边就算是一个比较活泼的感觉 那我是蛮喜欢那个硅藏土表面处理的质感 原有建商配备的一字型厨房 设计师在客厅的时候挪用了些许儿子房的空间 拿入厨房来使用 这样子的设计将为狭小的厨房 带来什么样意想不到的空间改变呢 这个地方其实当初建商给的厨具 它就是一个一字状的 所以呢在厨房有很多的设计 其实它是功能性不足的 对 那所以我这次在做设计的时候 我做了几个在厨房上面改变 建商一个比较大的改变 就是我挪了一点点儿子的房间 一个角落 但是就是只有占那么一点点 也许不到半瓶的空间 可是我就能够让冰箱收纳电器柜 各方面变成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厨房功能 所以说我们在设计变更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它个人是非常的满意 我喜欢你说用了大概不到半瓶的空间 可是它可以有一个放大冰箱的位置 然后可以有一个空间 可以放一个大纳柜 对啊这种怪物来放食物的 然后我们把原来冰箱的位置 挪来做电器柜收纳柜 所以这个厨房的功能就变得非常的完整 顺道我再帮你鼓一个 就是那冰箱旁边的墙面 你做了一个深度不深的一个 可能是成板 对成板的 一整个面 对 那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展示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收纳 所以那个墙面我要说它在筋 不再多深或多大 对 但是它绝对是可以成为厨房一个很漂亮的亮点 我想如果这个屋主每天早上起床 都可以看到他们这个大片陆地窗外面的景色 那每天的心情应该是好都不行 所以你看外面已经开始慢慢飘上山来了 它不管一年四季或是一天的早中晚 应该景色变化都蛮棒的 四季完全不同 OK好 我们来聊一下 其实它这边主卧室的门一进来 它基本上就是会碰到那种一进来看到床头的问题 对有很多的主卧室 它其实一进门常常就会看到主人 他可能就睡在床上 所以我们这次在设计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千元 我们做了一个也是类似屏风 但是我们不做一个单面屏风 我们让屏风本身也是借着交错 然后又让它有穿透对流 所以说然后你从前面看后面看 你都会看到不太一样的造型 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哪怕是床头的灯的部分也是尽量让它 我觉得你不太喜欢用一模一样对称 或者是很致式的概念去做你的空间 这不是绝对的 其实事实上有时候我们就是觉得有很多的设计上面对称是很重要 但是有时候的不对称它也是一个可以选择的 OK我刚刚也帮你看了一下说其实今天的这个卧室进来 它这样子的深度很深 可是床头怎么摆也只能摆这个位置了 对最恰当的位置 对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你怎么让我现在看起来它的格局就是感觉比例是适中方正 然后不会过长 因为屋主它对这个房间里面它还是有一个电视墙的需求 可是如果以这个主卧室原来的深度它其实是很深的 如果把电视墙直接设计在最背后的话我认为它过深了 所以我们利用了一个电视墙加上一个多功能的一个柜体 制造出另外一个多出来的墙面 把整个的更衣室衣柜完全的收纳在背后 所以它的整齐度也不会一进门就看到一大片的衣柜的墙 这样的设计也让它的这等于是两边的一个动线都是方便的 对所以我们的背后一样也有一些收纳不同的功能 嗯哼OK屋主我们刚刚有说过你们当初一开始就两年半当中有一直在讨论 对啊要不要书房啊是不是参加一房的功能 对最后我有看到书房的功能已经整合到所谓主卧这边来了 对就是也可以当成就是一个简单的书桌书房的功能 然后甚至是一个化妆桌 总而言之屋主我们的清洁虽然没有给你一个书房的空间 对 可是这个声音他听到了他把书房的一个需求跟功能 整合在了你的主卧室里面咯 对 沿着走道动线来做收纳是今天清洁所设计的空间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因为这些动线是屋主每天要走的逼经之路 而且也唯有把东西呢都放在你最常走动的空间当中 你才不会忘记那个东西 而且他的使用频率也会比较高 顺道一提的是今天呢除了前阳台他有无敌的美景之外 从儿子的房间还有后阳台看出去 你可以看到唾手可得的这个环山步道 如果想要更接近大自然 只要走下楼往后山走去 你就会投入大自然分多金的怀抱当中 哇我只能说这个房子选的真的是很好哦 谢谢大家